你在吃的熱量比較低的情況下 喝下比較多液體讓你自己覺得比較飽 基本上這樣子的執行方式 每一次都是大約3到4個月 就差不多可以收10公斤左右 哈囉大家好 我是波皮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曾經讓我健康受下10公斤的方法 要特別強調健康就是說 我們今天各種可能吃減肥藥 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 肌不肌為久的呢 這些我們都先不討論 或者是說有一些他雖然不是吃藥 但是他就是過度激烈到 好像有點傷身體的 那我們今天也先不討論 在正式開始之前 要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或者說以上我這些平台 你也可以去追蹤 在這邊要特別解釋一下 就是我人生中其實 有試過各式各樣 健康與不健康的減肥方法 在我的書裡 《微胖生存學》 我也全部都有提到 講得非常非常詳細 但是因為影片知道時間有限嗎 我們就是挑一些 比較重點的來講就好 所以今天主要都是講一些 算是以健康的方式瘦下來 但是我會跟大家分析說 他的好處是什麼 然後他其實有他的缺點 那他的缺點可能是什麼 首先第一種 我人生中健康的 讓我瘦下10公斤的方法呢 是每天跑5公里 加上超清淡飲食 聽到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很多人 想要立刻關視窗 但是呢 我不得不說 其實這個方法 真的是蠻有用的 只是說呢 他過一陣子就會比較沒有用 我來詳細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那這個聽了 就想讓人關視窗的 每天跑5公里 跟急性淡飲食 他又是怎麼來的呢 在這之前 我其實已經減肥過蠻多次 身為一個從小胖到大人 真的沒辦法啦 總之在那之前 我大部分都是單純的 結實減肥 但你知道結實減肥 只要你就是 一直執行這件事情 其實你的基礎代謝率 會越來越低 那基礎代謝率 越來越低的話呢 就算你吃的很少 他還是會越來越難受喔 這個在我們之前的影片裡面呢 也有講到過 那大家都說少吃多動 少吃多動嘛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是 一樣吃的很少 但是更清淡 因為我體質容易水腫 大家都說你一定是吃太鹹 什麼什麼 所以我就吃得很清淡 然後呢 我再增加運動進去 但當時我只是普通的大學生 然後 十幾年前呢 大家對於所謂的健身的觀念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的興盛喔 我唯一有預算去做的運動呢 就是跑學校操場 因為 跑操場不用錢 我本身呢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非常 不擅長運動的人 我就是那種 如果跑800公尺測驗 我一定會吐 如果說跟人家跑那種 短跑100公尺呢 我一定是跑20幾秒那種人 所以要做這件事情 他本身對我來說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一開始呢 基本上我就是半走半跑 那跑3公里 跑了一陣子以後呢 我再慢慢加到4公里 最後加到5公里喔 那後來呢 我就調整成我跑了800公尺 我才休息200公尺 像這樣子的方式去運作 你知道大家要找到自己的 某一個規律這樣子 以前呢 還是學生的時候 一部分我也是想說 吃少一點吃清淡一點啦 另外一部分就是 反正我也沒錢 所以我都去超市有沒有 我就買那種特價的 比方說那種 切下來杏鮑菇的邊邊角角 特價兩包多少錢的那種麵線 反正我就是 什麼東西看起來熱量很低 然後很清淡 又很便宜的話 我就會買它來吃 那當時呢 我吃了很多東西 就比方說什麼高麗菜麵線 加一點點醬油 或者說杏鮑菇的角角的麵線 加一點點醬油 而且就是我會盡量呢 喝很多 就是都煮成湯湯水水 因為這樣子就會 你在吃的熱量比較低的情況下呢 喝下比較多液體 讓你自己覺得比較飽 基本上呢 這樣子的執行方式喔 每一次都是大約3到4個月 就差不多可以收10公斤左右 而且因為 慢跑它是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它是減脂消脂最快的 再加上我攝取的熱量真的是有夠低 所以呢 身形上的改變 會非常非常明顯 會整個人就是 消風消得很徹 我們之後呢 也可以拍一集 就是我試過的減肥方法裡面呢 瘦最快的方法 我們也可以整理一下 我記得我還沒跑的時候 我有先量 當時的臀圍是100公分 然後我在跑了兩週以後 我的臀圍就減少8公分 變92公分 所以 我自己看到那個數字 真的太驚訝 才會說像這樣十幾年前的數字 我還記得 在窮虎的大學時代呢 我有好幾次都是用這個組合搭配 瘦下10公斤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端倪就是呢 我有好幾次都用這個搭配 瘦下10公斤 也就是說 我有好幾次 這樣瘦下10公斤以後 我又會反彈 負胖回去 最主要有兩大個原因喔 其中一個就是 我當時就是吃的太少 吃的卡路里過低 以至於它並沒有達到我的基礎代謝 再加上其實我攝取的營養素也不對 因為 你身為一個人就是基本上 你就是要攝取蛋白質 然後要攝取適量澱粉以及 適量纖維質 就是這種東西 你要達到一個平衡 而不是說 你盡量吃熱量低的東西就好了 這個我們之前在影片裡面 也有跟大家講過了 總之因為吃的太少 雞蛋太低 我的代謝就變得越來越低 然後我當時有搭配跑步嘛對不對 跑步的時候是有消耗 然後有讓代謝可能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呢 因為 有氧運動喔 如果你沒有搭配其他訓練的話 你在消耗脂肪的同時 它也會消耗你的肌肉 那我當時因為我沒有搭配其他運動 我的肌肉同時也被消耗 那我肌肉被消耗掉以後呢 代謝一樣會變低 雖然我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很辛苦 但是我的代謝會越來越低的事情 雖然我有瘦 但是呢 因為我代謝變低 所以我只要一停止這個行為 我反彈負胖的速度就會非常快 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並不喜歡人家 常常就是 跟人家說少吃多動 因為這樣它其實講得太簡單了 把這個過程簡化了 事實上你是要吃對東西 然後你要動對方式 而不是說你就是 不管就是多動 然後你不管就是少吃 雖然說這樣你確實會瘦沒有錯 但是呢 其實它對你的身體的消耗 可能不是那麼好 但是呢我還是會把它放在所謂 健康的瘦下10公斤的這個分類裡面 最主要是說它的原則上是健康的 也很多人會這樣子做 但是呢它的缺點是這樣 所以我跟大家說清楚喔 如果你聽完之後你還是覺得說 我不管我覺得這聽起來瘦很快 我要去做做看的話 你就去做不干我事 就是這樣子喔 第二種 健康的讓我瘦下10公斤的方式呢 是徒手的肌力訓練 加上強力瑜伽 再加上所謂的根治飲食法 這個方法呢 我當初在執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並沒有特別痛苦 就是並沒有像當年 拋五公里跟吃得非常清淡 那麼痛苦喔 但我覺得就是說 它也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那我當時說的這些徒手肌力訓練呢 就比方說在家裡 可能做一些徒手的深蹲 然後徒手的就是可能練側腹的 然後練腹肌的一些運動等等 然後在做這些事情之前呢 我會先做大約4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強力瑜伽 那強力瑜伽的話 把它的連結放在這邊或底下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強力瑜伽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哥推薦給我 我持續有在做一個運動 但是我不會一直每天都做 只是說有時候有需要的時候 我就會再拿出來做 跟一般的瑜伽比起來呢 相對來說 它的節奏是比較快一點 然後它需要的肌耐力也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你想要鍛鍊身體 比較有力氣的年輕人去試試看 當時搭配的根治飲食法 又是什麼呢 這個我之前在我所嘗試過的其他飲食法裡面呢 也有跟大家聊到這件事情 大概解釋一下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飲食法喔 基本上它跟生酮有一點像 它就是高油高蛋白質 但是低碳的飲食法 它需要你攝取大部分是原型食物 那有一些東西它會說 因為可能會引起一些發炎反應 它不建議你吃等等 說實在話的 以這個比例跟這個原則呢 這個飲食法吃起來還蠻快樂的 你可以吃很肥的牛排 只要它真的是一塊牛排 不是組合肉的話 你就可以快樂的吃 我當時也是抱著一個 半信半疑的心態去試試看 因為我跟你講我就覺得說 如果是飲食法這種的 我就是試一陣子 反正我沒有很巨大的損失 另外呢它還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每一餐的第一口 你一定要吃到是富含油脂的肉 那個原則呢 我基本上現在還是會蠻照著它去做的 因為它就是它的書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是比較能夠穩定你的血糖的一種吃法 那我本身以前就是因為錯誤減肥的關係 我血糖是沒有那麼穩定 但是呢它這個飲食法也有一些人覺得說 吃那麼高油它會有些問題等等 就像生酮有些人會覺得它有它的問題存在 所以這個風險以及它的好壞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去搜尋喔 我沒有說就是叫大家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我只是說我曾經做過這件事 那我確實有這樣瘦下10公斤 OK 其實這個過程是蠻happy的 就是吃的蠻好的 然後也吃的蠻多的 在半年內呢我有瘦下10公斤 而且這樣子的瘦呢 因為可能有攝取油脂跟蛋白質 不是像我以前你知道慢跑的時候啊 然後吃很清淡的時候 那樣子就是一直消耗大量的脂肪跟那個你知道嗎 肌肉嘛 所以其實我以前那個跑步 我那時候瘦下來的時候 我整個胸部是直接不見 他就不見 離家出走了 執行這個肌力訓練強力瑜伽 與跟自行食法 這一個包的時候呢 我覺得瘦下來的時候 體態還不錯以外 胸部並沒有瘦到太多 當然執行這一整個計畫的時候 我覺得體脂肪它也是有吊脂 它掉降伏真的就不會像跑步那麼誇張 但是呢這個執行方法 為什麼後來就是又也有負胖反彈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有這個疑問 就是你瘦10公斤 那為什麼你又回來了 這點就在於說 其實你在自己家裡做這個徒手的肌力訓練 然後你又如果跟我一樣 你並不是一個很擅長運動的人 你很容易達到極限 就是你應該要再更往上去增加你的訓練了 但是因為你並不擅長運動 你很難去理解說我要怎麼調整 我要怎麼往上加 所以我那個時候呢 就變成說到了一個極限以後 它一直停滯一直卡關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去改善這件事情 我每天在一直做 你知道嗎 欸我強力於家家徒手訓練 我每天是做三個小時喔 是花這麼多時間在做 可是你的身體在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你要做更強的運動了 現在這個運動它不夠了 但你又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它就是停在那邊卡關 那久了久了其實我覺得 就會覺得說 喔好不然我現在放棄好了 我跟你講你現在在看這支影片的人 你不要少在那邊 那你就是放棄水才會容易胖啊或什麼 你今天會看這支影片 我覺得你應該 再來呢就是根治飲食法 這個方式它其實有一個漏洞 就是它告訴你也是比例 當然它實際上也是有跟著說 喔你要控制你的量或什麼 但是當你一直是按照比例在吃東西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總量 你有可能會越吃越多 它的負胖方式並不是說 像前面慢跑跟清淡飲食那樣子 哇一瞬間就會反彈回來 不是 它是溫水煮青蛙式的 讓你慢慢的胖起來 所以它就是你不會立即感覺到 但等你發現說 欸我怎麼已經胖了8公斤 因為你一直吃得很滋潤啊 但是呢這個方法我並不會覺得不可行 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說你現階段你只能做到自己在家裡塗手訊 不管是你的體能還是你的預算方面 你只能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你覺得 哇這個吃法聽起來很美妙 我不相信它會瘦化 我覺得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最後一項讓我健康的瘦下10公斤 然後目前還是有維持下來的呢 就是 重訓以及低碳飲食 在我溫水煮青蛙的胖回去 然後胖到人生最高點之後呢 我有一個朋友他真的看不下去 他就說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運動 然後這個在我那個健身一年的影片裡面呢 也有講到 就是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總之呢我就終於開始重訓 但其實對於重訓這件事情 我本來也是覺得非常的害怕以及抗拒 我剛才沒有講過 就我並不擅長運動 我以前運動我真的就是為了減肥 所以我才運動 然後呢只要我達成目標 我就整個人都會 鬆垮貪卵 所以就會腹胖啊OK 那總之呢我後來就是朋友 帶我去這間健身房 他就是全國的女教練 然後他們聽了我的狀況 評估了我的體能之後呢 他們也是比較循序漸進的幫我訓練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有漸漸的喜歡上運動這件事情 然後我的身體有漸漸的習慣說 我真的要去做運動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我今天為了減肥才去做這件事情喔 所以像我去的這間健身房喔 他就是針對我的生活習慣去調整 而不是說他就是要讓你立刻看到數字 立刻看到改變 過去沒有養成的好習慣 他現在幫助你把它養成 在執行了根治飲食法之後呢 其實我大部分的飲食都是已經比較低碳的了 只是說在這個期間 我有更去注意說自己吃的飲食內容 我如果真的要吃碳水的時候 我選擇我的時機點等等的 我有去調整這些事情 我重訓的頻率呢 在這個期間大概是每個禮拜兩到三次 但大部分是兩次喔 在這之外呢 我也沒有特別再去做一些有氧或是什麼 只是說有時候重訓結束 可能會騎個飛輪 稍微消耗一下自己身上的一些脂肪 飲食的話呢低碳以外 我覺得主要是說 他們當時有調整我一件事情 就是我吃飯進食的時間與習慣 我個人是屬於做習不正常那種 就是日夜顛倒 那我知道很多人說 你日夜顛倒怎樣怎樣 沒有那我就沒辦法 我的形態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很規律的日夜顛倒 OK 那所以呢 我以前就是常常我醒來之後 馬上就開始工作 馬上開始忙 所以我可能中午起床 但是呢 我到四五點才吃第一餐 然後我吃第二餐 我一天只吃兩餐 我吃第二餐的時候 可能已經凌晨兩三點 三四點 也因為我就是很晚在吃飯 所以我過去曾經有那種 時刻呢 是我凌晨四點 去吃麻辣鍋 現在大家應該想說 難怪你會一直腐胖 沒有年少輕狂嗎 誰沒有過去 我現在不會做這麼不健康的事情 我只是告訴你們 以前發生過這種事情 那那時候呢 我那幾個女教練 他們就是告訴我說 每一天的最後一餐 你一定要在晚上九點以前吃完 他們知道我半夜才睡 但他們就給我寬限到晚上九點這樣 那因為我最後一餐 一定要在晚上九點以前吃完 所以我前面的餐 我就也要調整 然後他們也告訴我說 你起床一個小時內 你一定要吃到東西 就是以這樣子的方式 慢慢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呢 因為這個方式喔 他們是讓我在不掉太多肌肉 盡量只減體脂肪的情況下去減 所以他的過程 其實並沒有我前面兩種講的方式 瘦那麼快喔 前面兩種你看 一個大概三四個月 一個大概半年 那我這個瘦十公斤呢 事實上是一整年的事情 但是在這一整年裡面呢 我的體重掉了十公斤 我記得我當時掉的體脂肪是8%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的肌肉量是幾乎沒有減少 這是過去其他的減肥方式裡面呢 他比較難達到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的肌肉量越多 你的基礎代謝就越高 你就越容易養成 比較沒那麼容易胖的體質 當然我覺得每一個人喔 你試用的方式 他絕對是不一樣的 只是可能喔 我的身體他需要的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方法呢 也是目前唯一一個 我到現在並沒有真正負胖的 就是我不知道 我就一下飆十公斤上去 一下飆八公斤上去 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也常常是 我可能胖了兩三公斤 我就有辦法自己 快速調整回來的 我維持這樣的狀態呢 基本上也已經兩三年了 對 就是還算穩定啦 好不好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會說 問題是我現在就是沒有要很瘦啊 你知道我辛苦養了這些肌肉 我這樣子要讓它掉下去 我真的會很心痛好嗎 好的以上就是 我曾經用健康的方式 瘦下十公斤的三種方法 那我現在來分享給你們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信可以不信 你可以去試你可以不是 都不管我試 OK 那如果說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問我 如果說有類似的題材 想要看我特別整理拍片 你也可以告訴我喔 那最後就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幫我按LIKE 或是留個言告訴我喔 然後或者你也可以告訴我說 你曾經瘦下十公斤的方法有什麼 欸搞不好我們可以做一期是整理 世界上的人們瘦下十公斤的方法有什麼 我覺得應該會蠻多人想要知道的 最後要再提醒一次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以及以上這些平台呢 你們可以去追蹤看看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 我記得有一次我的體脂肪 是掉到19.5% 但是我跟你講你人生中 如果沒有掉到19.5%過 你不會知道原來 你少了這張脂肪 你會變得那麼怕了 我那個冬天真的是 隨時隨地 無時無刻都覺得全身在發寒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